台北市議員陳建民指責照片中要給流浪貓的食物 綠色部分就是被加入疑似老鼠藥的毒物 幸好及時被志工發現 否則不知道會有幾隻流浪貓再被毒死 今天這些流浪貓的毒殺事件 其實不是單一事件 它已經連續發生 造成許多流浪動物的死亡 所以台北市政府既然是一個友善動物的城市 那我們希望動保處還有我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應該主動積極的來進行偵辦 避免這種虐殺動物的行為持續的發生 台北市動保處表示 從前年到現在有接到30起毒害犬貓的案件 但有20件因為證據不足無法繼續偵辦 19號我們發現這個貓汁 就是說有如殺的事件 我們是到現場去查的時候 已經發現這個貓已經被火化掉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發現這個確實的死體 另外這個提報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去提供一個正確的資訊 那我們這邊是呼籲說希望如果發現這些事情的時候 請各位的市民朋友能夠即時的針對人事實地物 盡量的相關資訊能夠提供給動保處 然後我們才可以針對這方面去做更好的一個偵查 市議員陳建民進一步指出 為了避免毒害流浪動物案件一再發生 應該檢討街貓友善照護方案的執行方式 在這個街貓照護友善行動方案實施的同時 竟然發生了這麼多起 這些流浪動物毒殺的事件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動保處 能夠針對這一個方案 也來進行檢討 台北市動保處表示 將會通盤檢討相關問題 同時也提醒民眾有發現違反動物保護情況 請第一時間撥打動物救援專線檢舉 以維護動物福利 記者許超雄 台北報導 H.D.套餐 浪年看電影 風運動 玩綜藝 還有臉紅加心跳 在8年免費建置Wi-Fi 讓全家都可以同時上網 還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電話找BB